日本家庭祖父的一天 最近工作比较忙 回家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了 昨晚刚回来 媳妇就抱怨说我对家里的事付出太少了 想想的确是 最近这些年漂泊在外 总想着多挣些钱 让家人过着好的日子 不过这么多年下来 没怎么挣到钱不说 对家里事的关心也是越来越少了 媳妇又说了 让我今天必须看看她平时在家是怎么度过的 别以为当家庭祖父有多容易 虽然很多日本家庭的小孩都是自己准备早餐的 但咱们中国的妈妈为了能够让孩子多睡会儿 通常也都会很早起来为孩子们准备早餐 只是日本的国民美食纳豆 看起来挺有食欲吧 吃过早饭后 七点半左右 同班的小伙伴们都会路过家门口 然后一起结伴去上学 在日本小医生上学 不需要家长送这个事 还真是挺节省时间的 孩子送出以后 就要开始接受到家务时间了 先是要把昨天穿过的衣服洗一下 很多日本家庭都是好几个小孩 换洗的衣服非常多 所以洗衣机也是每天最少都要使用一次以上的 日本人真的特别喜欢洗澡 清理浴室也就成了日本家庭主妇 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因为他们觉得每天出门回家后 身上和头发都会沾满很多灰尘 而且尽管每天洗头 睡觉时依旧会有很多细菌 都会掉落在枕头的床上 很容易导致皮肤过敏痒痒 或者长痘痘 唉 一转眼就到10点了 家里的冰箱也空了 现在还要出去买菜 下午3点孩子放学回来 还要上网课 4点还要送去学孔主道 回来以后还要继续扶导他们做作业 现在想一想 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还真是件挺不容易的事啊